创业是要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往往让许多人却步 尤其是经营图文创作IP的业者来说 在十年前台湾尚未成熟的阶段更是不被人看好 还好现在发展出了一定的规模 也破画更美好的蓝图 未优秀的台湾图文创作者举办展览 介绍相关的文创产品 让每个IP能够延续生命 有更好的发展 是凯克工作的动力 但回想当初刚创业 几乎没有人看好 我自己过去在媒体 我就说整个行销的人 慢慢走来 我觉得越来越清楚就是 我觉得我比较 可以开放性的想象空间 包括当时我们在做插画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做 其实家人是完全看不懂你在干嘛 因为大家都想象就是 合作插画家 就是硬成明信片 做成衣服 然后做成小东西 然后去市集卖 然后大家都觉得惨了 你一定会饿死 而且我刚结婚 可能尤其是自己妈妈 或者是供货家 可能真的没有人看得懂 到底这个是做什么 但你那时候其实很难跟别人解释 十年走来 合作的冲作者慢慢增加 公司也越来越有规模 看似一帆风顺的发展 其实中间也经历过许多挫折 尤其侵权事件 更是让双方都受到伤害 慢慢的一步一步你都会发现很多不足 例如第一关卡可能是觉得法律知识不足 对因为我们可能不是法律系的 所以这时候就开始要找合作的律师 然后开始每一份合约全部都要对 因为我们其实在早期的时候 也有遇过被侵权 然后后来就去提告 就这个过程我觉得很痛苦 那因为我们自己经历过一次 所以到后面开始签其他插画家的时候 我们就会特别技术这种 你真的跑诉讼 即便你是对的 可是你那个官司的过程中 你是非常非常不舒服 而且很容易就是 会让你真的没有办法做其他事情 你就会一直处在一个心情 很不好的一个状况下 所以我们都会用预防射女治疗方式 然后保护好创作者 回首当时和伙伴一同创业的勇气 以及经历每个难关的时候 都把它当成一种成长的养分 现在还有年轻一辈的加入 希望激荡出更多可能 记者高新峰林景宇三重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